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智兰,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根据ESPN的报道,NBA和球员工会已经就新版劳资协议达成一致 双方将继续平稳携手,无需面临平摆风波 新协议将在2023-24赛季开始生效 时长7年,第6年结束后双方有权选择跳出 劳资双方两次经历将谈判截止期限往后推延的过程 最终在截止日午夜刚过时达成一致 NBA总裁阿当肖华,球员工会执行主观塔米卡特雷马里奥 以及其他来自双方的谈判者共同完成协商定版 各球队老板和球员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正式收到并签署这份新协议 随着NBA的商业价值水涨船高,谈判过程也显得更加顺畅 毕竟没有哪方希望看到停摆发声 每一期劳资协议都会带来一些赛制,规则以及其他层面的变化 这次也不例外,虽然被热炒的降低选秀年龄 让高中生重蹬NBA舞台的一幕没有发生 但仍有很多调整会让人们迎来一个全新的NBA联盟 首先第一个,从2023-24赛季开始设立季中锦标赛 锦标赛的赛程嵌入到常规赛内 11月开始前期的突围赛 8支球队在12月进入丹麦淘汰赛 最终4强赛设立在中立场地 拉斯维加斯是讨论中的潜在比赛地点 所有锦标赛赛果都记录常规赛战绩 两支决赛球队将会打83场常规赛 听球队伍的教练和球员获得奖金 据其球员每人能拿到50万美元 这毫无疑问是辛劳资协议中最重磅的变化 NBA方面畅想多年的锦标赛终于来了 这是借鉴欧洲足球联赛以及NCAA大学篮球锦标赛的产物 为了提升常规赛的影响力和话题度 NBA决定制造新看点 其中锦标赛显然会颠覆整个NBA历史 在这一理念刚刚被提出时 反对声音也存在 一方面人们质疑仅仅是金钱奖励能否让各队积极参与 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心这会破坏NBA的历史严格 各种数据和记录是NBA以以为要的财富 如果锦标赛破坏了整个常规赛的架构 这些历史获将断荡 但我们看到NBA方面的策略是将锦标赛完全嵌入常规赛内 这就使得历史严格问题最大程度被解决 我们尚不清楚NBA会如何安排赛程 赛季开始前你并不知道哪八支球队能进入淘汰赛 如何让各队的中场次还是82场 那段时间的赛程密度如何 如果这些问题可以得到妥善回答 那么紧张刺激的单脉淘汰赛绝对可以让NBA增添新的爆点 这也规定对于球员来说是件好事 因为变相有了增加收入的机会 尤其是对那些底薪或是中产球员来讲 50万奖金也不算小数目 对于某些球队于老板们来说 他们又增加了一些比较叫做的卖票的场次 同样可以提高收入 对于联盟来说 多一些竞争激烈的比赛 可以重新提高NBA的影响力 同样是好事 所以说这个规定算是三赢 第二个 设定第二个饮工自贸 规定总薪水超奢侈税1750万的球队无法使用迷你中产特例 很显然 NBA想要进一步遏制高支出球队的步强 让整体竞争更加激烈 按照现有规则 大把撒钱的球队会受到重复奢侈税的惩罚 而在自由球员签约方面 他们仍有迷你中产特例这一超出底薪的合同来吸引新元 NBA原本存在一个硬工自贸 大约在奢侈税限上600万左右 那条线会限制各队千换步枪和使用全额中产特例 双年特例一旦使用则整个赛季不能超硬貌 新规则的出炉则是限制了迷你中产特例的使用 像勇士 快听这种缴纳巨额奢侈税的球队会变得不利 如果今年就执行这个新规则 勇士将无法用迷你中产签下迪文琴佐 通米 雄鹿和英格尔斯 吕军和加里纳利 快听和约翰沃尔的签约也不会是这种形式 NBA各队的球员引入通常有三条路 选秀 交易 自由球员签约 选秀需要拿到高顺位签 且新秀球员往往很难给争冠带来足够大的正面影响 交易则涉及配评问题 无法让一支球队平地起高楼 所以对于高支出球队而言 自由球员市场的淘宝是补强关键 能否以底薪吸引战力不俗的老江来头 这是很多争冠球队面对的问题 当你手握额度更大的迷你中产特例时 这份选择的范围更广了 但随着勇士和快艇这样的球队把金元竞赛拉到新高度 联盟认为即便只是迷你中产特例也能为他们带来过大帮助 这样以来 高支出豪强在自由球员市场上仅剩底线来吸引球员 他们的强人竞争力下降了 第三 联盟预计见为支出中下游的球队创造更多自由球员签约以及交易的机会 包括给他们更大的交易特例 这一条正可以和上一条结合来看 出发点无意还是让联盟各队的竞争更激烈 避免砸钱独大的情况 支出交定的球队常常也是小球师队伍 他们对自由球员的吸引力往往较小 辛劳资协议有望让他们得到帮助 毕竟 不是所有的老板都像鲍尔默那样财大气粗 毫不在意收纸税 许多小球师也需要上座旅来赚钱 他们也需要季号赛的竞争力 对于现在有些激星的联盟来说 这种扶持政策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 MVP 最佳阵容这类个人奖项 设立最少出战65场比赛的评选条件 原本这类奖项评选是让投票媒体 自己权衡出勤问题 虽然记者们也会将出勤过低的球员排除在外 但并没有硬性标准 比如历史上出勤最差的MVP是 197778赛季的比尔沃顿 他达了58场比赛 相当于70.7%的场次 现如今65场比赛的硬指标要求竞争者至少打接近80%的场次 这是一个倒推的过程 NBA球星当然知道自己想要评奖要紧可能提升出勤 而65给了他们一个更明确的计划表 MVP只有一个 即便没有出勤指标 最终获奖者大概率也不会有出勤问题 毕竟竞争足够激烈 但最佳阵容有15个名额 在很多球员的超级顶心合同与最佳阵容挂钩后 出勤指标的出现会让他们对复合管理更加慎重 从而让联盟适当缓解球星大面积轮修的尴尬 这个对于一些喜欢轮修或者是容易受伤的顶级球员就不太有好了 其中代表人物为莫兰特 戴维斯与伦纳德等等 当然 这些人中 诸如戴维斯与伦纳德这种球员都很不在一个人荣誉 所以也只是纸面上的影响 最为难受的恐怕是莫兰特 西安这样的年轻球员 无论因为什么原因确证 总而言之 如果评选不上奖项的话 不仅仅个人影响力无法提升 甚至合同中的奖励金额也会受到影响 这些问题就很严峻了 第五 老将提前延续合同的首年薪水涨幅从120%提升到140% 这与变化的意义可以通过举例来说明 以杰伦布朗为例 按照目前的规则 如果布朗选择和凯尔特人提前续约 他最多只能拿4年1.65亿美元 新合同第一年的薪水是当下合同最后一年薪水的120% 布朗目前合同的最后一年是2023-24赛季 年薪包含奖金达到3180万 按照新标准 他的提前续约合同最大可以达到4年1.89亿美元 类似的还有国王内线小萨波尼斯 目前的规则 他最多拿到4年1.11亿提前续约 新规则是4年1.21亿 这位规则变化让这些球员的母队有了更多流人的筹码 很多球员可能在生涯第二分合同期打出超致表现 这就让他们的主队在原有规则下很难达成提前续约协议 布朗已经是可以追求顶心的全明星球员 原规则下4年1.651的续约合同显然缺乏吸引力 旅军还是可以手握布朗的鸟圈给出年限更长 总薪水更高的合同 但等到他恢复自由身 意外因素就太多了 这也是近一年不断传出绿军探索交易布朗的原因之一 他们缺乏提前锁定他未来的底气 另外勇士队 克莱汤普森与德拉蒙德格林在休塞七回要求 什么样的合约 无疑将决定着他们未来的球队构成 第六 双向合同名额增加到三个 上一份劳资协议增设双向合同制度可谓大获成功 一方面各队名单增加了灵活性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得到了颇多助力 另一方面更多球员也抓住双向合同的机会达出一片天地 最电信的安利包括卡罗索 浩斯汀米福斯 多尔特 哈尔瓦拉多等 增加一个双向合同名额就增加了30个额外的NBA席位 我没有望看到更多励志故事 第七 NBA球员不再被禁止使用大麻 早在2020年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已经取消大麻禁令 多位篮球运动员也曾公开呼吁NBA效法 杜兰特就曾在2020年发生 他自己也投资了两家大麻企业 虽然NBA此间禁止球员使用大麻 但实际上有50%到85%的球员都有使用大麻的经历 18G NBA球队所在的城市也已经大麻合法化 不少球员和教练在伤病恢复过程中使用大麻 这条款项是最令人不解的 虽然说在从2019到20赛季开始的禁毒测试项目中 西市大麻已经不算在禁毒测试的范围中 但公然允许球员们西市大麻 依旧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不过 按照美国的情况来说 这些精力旺盛的球员们西市大麻的人数相当多 所以 这种禁止可能也只是将地下的明面化了而已 总而言之 相较来说 这一条是基本上属于没用的 一项条款将于2023到24赛季开始实行 不知道 禁止联盟会出现什么样的风云